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07年9月18日 这一天对于张国民的妻子来说是永生难忘的 这一天相伴近十年的丈夫在田间喝农药自杀了 但是对于张国民突然自杀的原因 妻子和儿媳妇有些命中深 事情也许要追溯到很多年前 三月的一天 那天张国民和妻子在田里离地松土 一切都和无数个烈日下劳作一样普通 直到张国民不深不浅地一刨土下去 这都不会 一点都不会 廖鬼发湖南里也显大阪村村民同盆的见证人 看起来是几千年的 不是一天两天东西 也不是现在做的 更明张国民夫妇惊奇的是 逃出一个还没完 就这样往下挖 竟然一连又挖出了五个来 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见过什么世面 张国民夫妇还是抱着同盆 欣喜若夸 因为在他们那里一直流传着一个 关于宝藏的传说 直觉告诉他们 也许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 可谁没想到宝藏还没有兑现 换来的却是一场家庭的悲剧 这个普通农民张国民意外的自杀身亡 怎么就会和宝藏联系起来 这个宝藏的主人又是谁呢 这个宝藏的主人呢 就是这个雕像所纪念的那个伟大人物 赫赫有名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 想当年石达开 负气出走天津 以通国将军的身份 继续在南方地区进行战斗 但不幸被困于安顺场 以一人救三军和清军进行谈判 没想到清军背信弃 最终呢 把他活寡于士曹 千古之后 这个人的大名依然会标秉史册 但问题是 现在距离石达开的死亡并不是很久远 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他身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谜团 尤其是他的宝藏 这个传说的宝藏到底在不在 和一个普通农民的死亡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在中国渊远流长的历史里 关于宝藏的故事有许多 项羽的十二金人 张献中的海底沉船 宝藏似乎总是和杀戮 阴谋 这样的词汇连接在一起 也永远带着令人扑鼠迷离的梦幻色彩 石达开的宝藏 看似不起眼 只因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而被突现出来 让众多史学研究者为之重视而又困惑 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石达开被清军围攻最终兵败的地方 在不到一个月之内 这两万人左右全部被在这条线上 彻底的灭掉 最后剩下的两三千人 是被集体的拉到了现在汉原县的大树 集体的就是杀掉了 吉康生四川省石民县文博研究员 整个安顺场的这个厂镇的面积 包括农田 包括就是它的街道一块 整个面积 就只有一个平方公里多一点点 最后到现在我们没有见到一件东西 就是没有见到一件跟太平天国有关的叫文物也罢 是吧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也罢 石达开 作为太平天国的义王 十几年的东西南北的真杀 他应该有很多脚后 岂不说太平天国的圣库的财产 他能不能拿出来多少 就是他从南京出发 一直打到了我们川西 中间经过了好多个省份 打出了好多个城市 这当时农民军 他的经济来源 主要就是靠对官府 和有钱人家的东西 他的没收 石达开这一路肯定要没收很多东西 红旧权领导的太平军 自从起义之初 就一直实行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 叫盛库制度 总的一个原则就是 人无私财 一只财物 无论是加入者自带的财物 还是打败清军 所缴获的战力点 都必须上交胜负 由专门统一管理 这样一种制度 让太平天国迅速汲取了大量的财富 保证了军队的充分攻击 定独天津 也就是了现在的南京后 领导层逐渐腐化 公财私用 穷奢极欲 据史料记载 史大开却是少数的 作风轻重的领导者 但是在发生太平天国领导层 最大的内讧后 他仓皇出走天津 一路招兵买马 继续实行圣服制度 此时无可避免 史大开却下面最多的是 我印象那个二十多万人 那么他就平时十多万人马 他不可能没有他的后勤装备 不可能没有他的这个财务管理 不可能没有他的仓库 不然他十多万人吃什么 喝什么 后来在清代的记载 特别是当时的回忆当中 都写的有 他们如何杀掉了 史大开的将士 如何把他们消灭的 如何干净 就是我们这样找 他们是否得到了 多少金银财宝 没有这个记载 史大开军营里面 不可能没有金银财宝 哪去了呢 于是有人猜测 史大开早就在沿途 自己埋藏了宝藏 1861年2月 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史大开部队辗转来到 位于湖南湘西龙山县的里叶镇 按计划 他的行程是由湖南去上游之士 在下渠湖北 而后刺激入川 建立根据地 但面对清军的重兵增援 计划推进 变得十分艰难 里叶山高水险 道路不差 部队于是停留 做暂时的休整 在这期间 发生了一件 至今还在里叶百姓中流传的事 他还是毛巾嘛 他觉得自己 一站多长八十多宽 他这个时候偏偏上 他这个时候后队高一些 就把他以后一脚 把他给出去撤了 就一挖下去 就把他拼了 就这样 老人说 这被推掉的墓地 是石打开母亲的 在里叶 稍微上涨年纪的人都知道 相传那时政治部队休整 石打开母亲却忽然燃兵去世 迫于战争形势 石打开决定将母亲就地下杀 我里有个亲家的父亲 叫做陈宝安 他是这个绅士 他也是保障 他们都参加这个战利 又是到他家里玩 玩的时候呢 他就将得起这些事情 在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这个葬礼里 有一个很生动的细节 据说在母亲下葬前 石打开曾召集镇上的名流士绅 当着他们的面 亲自把棺材打开 告知棺材里并无贵重的陪葬品 恳请在自己撤离之后 大家不要去惊动母亲的墓地 事情似乎总是欲盖泥章 石打开走后 关于他在里叶藏宝的说法 忽然盛行起来 张国民所在的大阪村 正属于李爷 那年他挖出铜盆的消息 就像是百年传说的一个验证 整个村子炸开过了 可是厄运随之而来 一天夜里 几个蒙面歹徒 闯入张国民家中 把他和妻子捆绑 抢走了铜盆 问过他这个事情 他不甘简了 他害怕了 他为什么害怕 一怕政府找他 二怕如果万一 查出了那个百徒的凶手 凶手又要一夜刺杀他 他都干脆自己死了 算了 就这么回事 很简单 你去的农药 你下去 就死了吗 死的时候死的残烂 确实死的残烂 老实巴叫的张国民就这样 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他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挖出的铜盆 究竟是哪朝哪代 究竟是不是石打开的 这些已到的铜盆 究竟是不是石打开 宝藏的冰山一角呢 在里夜 有一个人也许比谁都更想知道 这种愿望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 胡龙春 湖南省考古学会会员 当时接到州文化局 州文物管理处 还有省文化局领导的电话通知 管理处的文物考古专家 龙金山老师 就找到了我 他说有一件任务 就要我马上到燕子洞去 燕子洞位于李爷县 八面山悬崖峭壁之上 在大阪村铜盆发现之前 这里其实是李爷市 大开宝藏盛传的埋藏地点 为什么是这个地点 究竟原因 并无清晰线所可寻 不过有一个现象 似乎可以推理 那就是中国人对洞穴一直独有的情节 无论是著名的桃花园剂 复兴术士部豁然开朗 还是武侠小说笔下 主角的迷途悟入 最终修炼盖世神功 洞穴的漆黑神秘给了人们足够的想象和意想的空间 洞龙春也一直这样认为 直到一封特殊的民间来信 惊动了各方 这是一号宽金库 这是二号宽金库 这封信里有一张标记详实的地图 清晰的指明了宝藏就在燕子洞 但是这却不是关于世大开的 他这个原件呢 大概的意思我现在记得的就是这样的 刘昌如龙山县文联主席 就是说这个当年呢 国民党在退居大楼的时候 有一批宝物啊 从这个重庆方向啊 运到这个礼 一夜藏在这个八面山上 八面山的燕子洞是典型的溶洞地貌 洞穴幽深阴冷 因为传说盛情 布市总有附近的村民不顾危险 向燕子洞所谓探宝 令当地政府很是头疼 所以当这张民间所谓的藏宝图来到眼前时 相关部门决定派胡龙春进洞一探 无民党也好 石打开也罢 总之要用行动给出结论 以消除风言风语 根据他那个图子 我们看了一下 但是他那个点还是完全为后 完全为后 这事顶洞洞没有想到的 于是挖掘工作立刻展开 一周后挖掘工作因为人员体力不支 被迫停滞 理业管委会的染瑞科带队随后停进 对于到这个信息上说的那个标志 上面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十字架下面的石头 都对着上海 旁边也有流水 挖了个几米深的洞 但是那个石头弄不动 但石头太大了 就我们在石头 挖了一个斜坪 下去 下去里面什么也没有 来自民间的意外线索 黑暗融洞数十日的苦心挖掘 无畏无果 如果笼罩一切的只是传说 那谁该为逝去的生命找一个说法 慢慢征途 宝藏踪迹究竟如何寻觅 众专家口中听一致提及的那位神秘的路 能否最终划进一切的谜团 燕子洞的藏宝事件就此搁浅 那张所谓的藏宝图 因为时间久远 也不知去向 其实让阮瑞科胡隆春放弃的真正原因是 当他们深入农洞才知道 那个地方看似隐蔽 但是并不合适藏宝 因为这个洞内呢 一个是很潮湿 很潮湿 那么埋葬这些宝藏呢 它就不利于这个 长期保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东北的 这种石灰岩形成这种溶洞 它里面一般都是空的 它这个土不是很深 你也不能够挖掘很深 所以当十年后 村民张国民被同盆自杀的消息传开 当人们再次热议起所谓宝藏 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 葫芦春有事 过往的经历加上自己的专业 让他对比叶藏宝是严重怀疑的态度 而宪智里对石大开比叶藏宝说的源头 那场石大开母亲的藏力 并无任何记载的事实 更坚定了他的看法 但是不翼而非 有确确实实出土的铜盆 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于张国民妻子去了一趟铜盆发现现场后 葫芦春有个答案 老百姓因为看到有一些比较大 上了一个有三十厘米 或者资金 三十厘米或者四十厘米 以上或者二十厘米 以上他都把它称为盆 因为他的形状看起来有了四盆 确实是四盆 在这本葫芦春随身携带的专业书记里 可以看到很多像盆一样的器皿 而他们全都出自大阪村 也就是张国民妻子指认的那一片土地 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从96年我们就开始调查 然后绿绿绿绿 就是发掘了有六十多座墨藏 墨藏六十多座墨藏 出了很多统计 通过他的墨藏那些形式 通过多年的调查也看了一下 他已经把它断定了 它就是东汉时期的东西 胡文春认为 出土的铜盆 极有可能就是东汉墨藏品 大阪的墨藏确实有很多墨藏已经被破坏了 它因为从年长日久 风发 水土流失 大规模的农村积民建设 把那些墨藏破坏了 还有高的地方 往地外的地方去填土 造点 就是农根的时候 有可能发现这些东西 当然由于食物已被盗走 所有的结论都只能是基于经验的推测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胡文春等十多年的调查经历可以证实 在这发现铜盆的地方 尚未有所谓石大开宝藏的痕迹 张国民的不幸离世 确实是让人感到非常的痛惜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就这样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皮肤合罪 怀避其罪 那么说到底 石大开的宝藏有没有 这么一个英明之主会在打仗的途中 还那么贪恋财富的携带着大量的金银细软吗 如果有它是作为军饷 或者从战争当中缴获的战利品的话 来不及转移 又会到底把它埋在了哪呢 不管在石大开途径的地方 有多少关于宝藏的说法 在四川大赌和安顺场 这个石大开最终兵败之地 虽然至今没有一件文物出土 当地专家却坚定地认为 若有宝藏只能是在这里 这种认定基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时机 1863年 距离石大开率部出走 在外征战已经六年了 历来所向披靡 并清军闻风丧胆的石大开部队 因为脱离了主战场 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 已经成为了一支流动作战的孤军 这年5月14日凌晨 石大开率部队 穿行于荒芜人烟的山间小径 到达大渡和南岸的子大地 也就是今天的安顺场 历史经常会出现一些惊人的巧合之处 事隔72年 1935年的中国工农红军 在长征途中也来到此地 时间也是5月 这几天里面说 都是在哪个当时里 都是出于预计降临 预计来了 肖宗帝 原四川文化厅文物处处长 这个温度 气温上升 火水开始上涨 都是一样的 目的一样 强度大渡和 面临的困难也一样 前有涨水后有追兵 但结果却是一个成功 一个失败 肖宗帝认为 失败最大的原因 还是石大开的亲信 原本被石大开用财物收买 答应借到的当地土司王明元 后来他背信弃义 倒过来派人断了石大开的粮草 石大开大陆了 第一是给他带路的 给他大人相交的 令被人统统杀掉 没考虑是起来的变化 石大开真正他是在那里被困难 非常的困难 他做了很多努力 冲不出去 不可能重新 再像他当年 他原来那个 原初那个法政的恢宏 他至少必败无疑了 后来出现的那一幕 是至今仍令很多人 潸然泪下的一幕 石大开带的三位亲信 和五岁的儿子头轻盈 提出以自愿受死为条件 换取对方赦免他的残佈 所谓舍命以权三军 这样的行为 无疑是悲壮的 而就是这样一种 从容赴死 让众多史学家相信 宝藏 有埋藏在此的理由 他的后路 做了充分的安排 这个安排 包括如何清军谈判 他的家属怎么处理 据记载的话 他怕被敌人侮辱 他的老婆 他的孩子 他做了处理 他的部署 将是应该怎么处理 他都做精心的安排 那么这种精心安排的一种 必不可思议 就是他的财产怎么处理 因为石大开带这个人 他不会干净失败的 他晓得他已经到处于追进 对阿里斯要失败 但他想捐出重来 想东山载起 他其实本人不信 他有其他人 东山载起 他也不愿意 把子女的 这些金银财宝交给敌人 他是不愿意的 石大开本一时 日武川建立根据地 他的最重要的财物 是不可能在沿途掩埋的 大渡河的失败是一个意外 但石大开仍有充足的时间 进行财物的处理 这两点让专家们相信 宝藏就在此地 但是也许建立在史料上的推测 都比不过一个实实在在的线索 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的出现 在我们采访的前面的诸多当事人当中 他们都跟我们提到了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的出现 似乎就使得这冲冲的迷雾 能够悄然的散去 这个人会是谁呢 欢迎大家明天 接着收看我们的节目 他的出现 解开七十年前一段 鲜为人知的机密行动 可为何后来惊动一时的现场指认 留下了却是种种令人迷惑的断裂线索 物碳专家应邀前来 军队地点惊险两处一场 现代科技能否最终揭开藏宝之谜 敬请收看邹静科学 十大开宝藏之解密安树茶